就在2016年8月6日 深受各界爱戴敬仰的周莲华牧师 在外出服侍开车回城的途中 因心脏不适 紧急送医不治 安息主怀 享年96岁 消息传来震撼华人教会界 各家媒体也纷纷报道 一同缅怀这位一身谦卑侍奉主的好牧人 在担任怀恩堂牧师期间 中务师也同时负责士林官邸 凯歌堂的主任牧师 牧阳前总统蒋介石 和夫人宋美玲康帝 等多位党政要员 他始终专心传讲神的话 谨守言行奔迹 在当时深得蒋家的信任 是用平常性 我感觉到跟他们的中间讲道 应该我在其他的地方讲道一样 可是在讲道方面 的确是会有点特别 好比说蒋公在装精自强 出遍不尽的那段时候 那我会尽量的预备一些 圣经的证解 不是去迎合他 因为我感觉到 他需要装精自强 出遍不尽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 周牧师不仅是一位 学士渊博的神学教授和值得敬重的牧者 他更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属灵父亲 周霸是他们对他最亲密的称呼 我高中的时候开始有一个机会 参加了我们学生会的工作 就是福音队 他对我们每个人都很照顾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们就戏称他绿岛爸爸 所以回来之后我们就觉得跟他很亲 结果第二年的福音队再去的时候 去的是六规 所以六规的人呢 就觉得他们是他的爸爸 就叫他六规爸爸 后来我们觉得太麻烦了 因为每年一个封号 就大家就开始叫他周爸 他就是个父亲 他真的像个爸爸一样 我的感觉是他真是把我当女儿 在我人生的路上 我也碰到很多的挫折 有一次碰到家里发生很大的变故 他就找我去 听我讲完我心里的那些苦之后 他就跟我说 我也讲一点我的苦给你听一听 听他讲完之后 我就觉得我的事情没有这么严重了 他就告诉我 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事情看得很大 如果你多注意 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 你就会比较好过 你也可以帮助别人 同样深受周牧师照顾的夏中坚牧师 也分享了周爸 如何私下为他申请 美国百欧拉大学 神学荣誉博士 并且在百忙中抽出时间 陪他前往美国货班学位的感人故事 他就跟我一起到了学校 见了董事会 见了校长 了解了整个程序 然后周牧师就告诉我 什么时候帽子要戴上去 什么时候帽子要拿下来 然后呢 他就把博士帽子把我戴好 戴好了之后呢 他就从口袋掏啊掏 掏出三支发夹 然后女生在用了发夹 然后把我的帽子憋住 他说好多人在台上啊 祷告头一滴啊 帽子就掉在地上 所以你可小心啊 拿三支发夹 憋在我的帽子 憋在我的头发上 那一刻啊 我真的热泪盈眶 所以周牧师走了 对我来说 就真的 真的像是失去了一个 一个属灵的父亲 周牧师除了用心 牧养神的儿女 多年来 他也在台湾竞信会神学院 和亚洲竞信会神学院任教 即使已经高龄90多岁 他仍在神学院教书 而且无论学生和老师们 都非常喜爱上他的课 周牧师是我的老师 因为他在这里 就好像有一个背影一样 每一次就早上八点多 他的车就会停在 那个固定的位置 所以看到他的车来 那就是在他的研究室的地方 开始他一天的工作 我在2013年的时候 他就说我帮你的忙 他重新呢 一个90多高龄的人 他就是重新教 齐约开论 跟这个西大文的课 这一般的同学 跟他的感情特别好 有将近三十几个学生 他们非常爱这个老师 他也为了能够帮助 人们更容易看懂圣经 和明白真理 数十年来 尾声于协助翻译圣经 完成了现代中文译本圣经 以及合合本圣经修订本 从圣经真理中 周牧师相信 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和睦 因此他一生花许多心力 投入在教会合一的工作上 并积极关心国事 他曾公开说 自己一生最有意义的侍奉 就是参与1990年的 二二八平安礼拜 假如你要问我 我一生中间 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要说就是二二八的平安礼拜 因为我常到中南部去 我碰到很多的长老会的信徒 我总是感觉到 他们心里有一件事情 说不出来的一件事情 可是因为我跟他们 熟了以后 他们感觉到 他们可以把心思告诉我 所以我知道他们是 因为二二八 我就感觉到 一定要有一天 实际成熟的时候 让这些二二八的人 能够 遗嘱 能够出来 在这场重要的平安礼拜中 为了让说明南语的弟兄姐妹们 能够更多的接纳与理解 不会讲明南语的周牧师 非常认真的请人翻译讲稿后 自己用英文英雕 一个字一个字的拼音 然后用明南语正导 在当时族群对立 极度敏感的历史背景下 周莲华牧师 用实际的行动 落实了圣经中 当放下仇恨 彼此和睦的教导 成为促使教会合一的先锋 他的建国的信用 以及他关心这些受厚多的人 或是痛苦的人 那种的疼心 以及他这种的 超越教派 超越国籍 在国籍会议的中间 他的言文非常漂亮 所以在这里可以控告国籍 国籍牌的朋友 在这里来促进这个合一 教会在 治疑或所谓的内容的合一 这种的情形 让我非常敬佩 我要为台湾的宗教会 来感谢周莲华牧师 特别在合一 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 在合一的里程 在那里往前走 我们就看见周莲华牧师 其实在很早之前 他已经打下基础 特别关心在228这件事 受伤的 伤害的这些族群之间 彼此的连结 我相信神透过这个基础 在台湾教会的合一的基础上面 打下美好的基础 周牧师也十分体恤 身处苦难的人 他总是秉持着圣经的教导 要坐在最小的弟兄上 于是他数十年来 始终不间断地 往返在台湾偏乡 和世界贫困地区间 付出他的关爱 在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身上 在过去27年中 他连续参与 由台湾世界展望会 所举办的 饥饿三食 人道救援行动 他曾说 虽然有时候我们自己也缺少 但是感谢上帝 当别人更需要时 我们还有能力帮助他们 最主要的对年轻人 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在台湾呢 不管现在的经济 什么不谨记了什么 我们每个人的过的生活 还是非常的奢侈 所以呢 他们根本就不懂得 别人的饥饿 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 所以希望他们能够 过简单的生活 那么我们是庙宇双观的 一块钱来救性命 或者是一块来救性命 希望他们能够过简单的生活 我想不只是在那个 今二三食的时候 我觉得平时大家也应该 过简单的生活 周牧师在展望会服饰将近三十年 所以他一直是像一个 仆人式的一个领导风格 展望会的事工事实上就是 全世界各地的弱势 以及像这些流离失所的 这些家庭跟孩子们 所以周牧师随着我们的这个服饰呢 就会到处去 像国内的话 当然就是园民啊 然后偏乡啊 然后弱势的族群啊 那国外的话 非洲他去过很多次 那他也去过北韩 去过蒙古 去过拉丁美洲的高原 如果有需要 他事实上都跑第一个 他等于是我的人生的导师 各方面都是做我的典范 尤其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人格 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感念的 一生敬虔爱主的周牧师从不延老 即使高龄96岁 他不喜欢人称他为老牧师 也从没有听他说过 我累了 他一生为主而活 到最后一秒都不放过 也不喜欢麻烦任何人 今天你们来了 我的追思礼拜的时候 可以不要来 因为追思礼拜的时候 我在关切里不能够回应你们 周牧师一生活出了基督信仰见证 不但是一位真挚温暖的牧人 也是孩子和弱势族群的好朋友 更是传讲十字架真理的主仆 在这众多的身份中 他只说自己愿做主的小旅居 如今他美好的生命典范 将存留在我们的心中 永不退去 耶稣的福音乐 中文字幕——YK